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浅 眼底里笑一颇耐人寻味 白浅知道叶华看穿了自己的心思 他听了四命的闲话 知道小九身边有个极具美的魔族少年 借着给他二哥过生辰 急切地想见到小狐狸的桃花是有多出色 叫太成功那位都乱了心思 入了青秋 耳边传来刀剑相撞之声 清脆的剑声写了凌厉的剑锋 叶华 这是把好剑转过湖中的亭子 白浅看见那是他二哥和一个少年在练剑 白衣上神自小跟胡帝白纸学习剑术 剑法刚硬 和那个少年郎打起来 竟然看不出站了上风 米谷赢了上来给白浅和叶华请安 白浅 那少年就是小九旧的那个 米谷 是 叫刘光 白衣上神好像很喜欢 和他下了棋 描了丹青 这又练剑 他们说话间 看着白衣的少年脚下似是划了下 手里剑向下倾斜 白衣上神剑压上来 刘光一个猎切才站稳 对着白衣道 上神好剑术 又笑着打去一边的凤九 看来你连个皮毛都没学好呢 白浅 人长得好 剑法好 会说话 还有眼力 对我二哥的心思 又当 他这时给我二哥还留了台阶 我投一票 青秋白衣上神的生日过得顺势热闹 前间白衣上神几杯酒下去后 说凤九一个女军身边 要有个保护的人 刘光一听立即接了话 愿意接这个差事报答救命之恩 凤九最怕自己老爹 所以也没敢推 对刘光气道 你还能跟我一辈子不成 刘光 可以 他这和刘光你一句我一句 白衣上神看了觉得两个人连性格都般配 心想如果凤九真能嫁给刘光那也是好的 他们青秋也不在乎魔不魔族 而且他也看出刘光虽说自己是魔族 可他却修得白则深 此时 南荒乡魔君小儿子青魔君 找来一堆魔族的美人在席上歌舞 这些美人都知道 三殿下是有名的花花公子 又从魔族带走过美人 虽然清新的多 看连颂的眼光颇是火辣 青魔君 三殿下你许久不来我这里了 今次来可是住几日 连颂 看心情 连颂饮下杯酒后 浪不经心地道 前些时日遇的少年 叫刘光 打了一架 剑法不错 说是魔族 可是你的人 青魔君 可是用那一把黑色玄剑追风 连颂 像是 青魔君几杯酒饮下 话说得甚多 可也没有太多有用的信息 倒是证明刘光没说假话 他的确是老玄魔君的义子 听说狠得老玄魔君的宠爱 有一叫他金魔君的位 玄魔君的几个儿子一直想除掉他 可那小子每次都能死里逃生 说起今次追杀刘光之事 连颂感觉青罗君有隐藏 他也没追问 连颂酒未多饮 寻了借口离开了南荒 回到九重天时 以示朗月悬空 连颂进了太陈宫 帝君手中捏了本书 听连颂说了并不觉得意外 递了杯茶恩道 可看到魔族有调兵之像 连颂 青罗君这个人平日里好宴请 不大管足中之事 未见到不妥之事 沉思了下又道 只是谈起刘光这次被追杀似是隐藏了什么 连颂 帝君怀疑魔族要有动作吗 帝君盯着茶壶上飘散的热气 怕是流光一跑 他们也有所防范了 还是知慧夜华加强防范 尤其是他大婚的时候 连颂走后 帝君窗前立了许久 此时换了一袭白衣准备出门 仲林 我陪帝君过去吧 帝君 你留下 明天久而过来 我若没回来先叫他住下 帝君曾影一闪 人出了宫门 仲林一步到殿外看向夜空 如果青秋女君知道帝君的心思 该会如何选择 浓浓的夜色下 一袭白衣的帝君出现在混沌之地 帝君寻视了下周边 入了混沌地内 最有天地后此地从未开化 天地之精气 浊西 魔旗在混沌的自然聚合 几十万年前东华在混沌闭关七七四十九日 用了自己的半身修为 造了连青秘境吸纳世间之三毒浊西和魔器 东华入了连青结界 穿过一排排佛灵术 转过佛轮到了连青秘境前 连青净单个佛名 可他更像是紫禁石打造的一方巨木 荧光闪烁的紫禁一面飞红的妖气游动 不时幻化为妖魅的女子 另一面玄色的魔气涌动 那是几十万年前什么大战时 东华封印的魔尊玄影的魂魄 东华看向紫禁石 妖魔如他所想裹着又再相一起聚合 紫禁石上闪动金色的小字 如今看来镜像是把利剑悬在东华的心肩上 琴声 镜破 妖魔重聚 永识所爱 这是东华从三生石上抹去名字的那日起 连青净自生咒语 彼时东华并未在意 他不会有七情六欲 也从未有过欢喜心 东华首辅上一行金字 心底里无限伤痛 白凤九这个如今他心心念念的女子 像是一抹光入了他的心海 生根发芽 白语不拔他都痛彻心扉 两百年前凤九为他割了虎尾 东华忍痛不敢再去青秋看他一次 可东华也不曾想到 英联青净打造出现了一丝参差 三万年前有一丝妖灵居然飞出了混沌地 追查了多年的那丝妖灵 居然就被封印在小狐狸额头的凤与花之中 沉思的他被一声尖细的东华惊扰 紫巾里飞红的灼溪 幻化为一个红衣妖媚的女子 贴近紫巾手扶上东华的脸邪媚的一笑 怎么 这么快又想我了吗 我看见你心底花海渐渐隐去 你护不住他的 不如你放我出去 我们重造天地 玄魂化身黑衣魔尊 玄以一阵明笑对欧尊飞尘 你看那金字咒越发无光 他困不住我们的 不过几十年天地就在我手 魔尊转向东华明笑 你的心头之爱 会永久消失在这混沌之中 东华凌厉的目光看过去 冰冷的声音 我的人 你休想 双手画出法力 紫色的光影像是万针穿过紫巾 入了悬影和飞尘的体内 凄厉的嘶吼声中二人化回魔魂和妖息 渐渐分离 东华出了怜青幻境 向混沌山走去 混沌山下母神不天所遗的玄铁 果然早已经不在了 朗朗星空下清风徐徐吹来 自念涌上心头 他很想小狐狸 静静地站了会 找了僻静之处画出仓盒 道道剑影罗列城镇 东华席地而坐恢复消耗的先例 此时 青秋的夜空下 凤九一遍遍地练习剑法 反复琢磨帝君教给他的动作 明日就要学新剑法了 他想得到帝君的表扬 想证明自己是可以保护帝君 树林下的刘光看着凤九练剑 虽总打去他剑术柔柳之姿 可他练剑时却阴气逼人很有侠气 这种气势很像他朝上衣式的样子 青秋的几大长老 对这个几万岁的女孩子也毕恭毕敬 不过刘光混迹了魔族几万年和各种人打交道 他看出凤九的内心单纯善良 无诚服 是个像阳光一样叫人温暖的女子 他喊了句 白凤九 凤九剑没停 回他 别打扰我练剑 刘光画出剑 我陪你练会 白衣上神和凤九娘远远地看着 白衣上神对凤九娘道 你觉得刘光怎么样 凤九娘 看着不错 只是小九他不会忘了帝君的 白衣 那又怎样 百年后他就能娶吗 从狐狸洞里出来的白浅道 二哥也不必太苦恼 我看日后就叫刘光跟着小九 总有个对比的 明日他上去学剑 你也拦不住 就叫刘光跟上 总会有结果的 白衣 你看着点他 别惹出什么事 白浅 他现在的身份 天工人都绕着他走 没人敢惹 这日 凤九匆匆吃过早点 带了不少的食材 和白浅一华一起出了青秋 刘光和白衣上神词别后追了上去 远远喊 白凤九等我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